脑视觉会画技法而 虚拟实景 我们看到的画面是立体画面 几乎每个人都同意 景物在视网膜的显影是我们看到的画面 视网膜是平面 所以我们看到的画面也是平面 看在人脑 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人脑建构的虚拟实景 换句话说 立体感是人脑判读的结果 数百万年来 人类是大型肉食动物 例如老虎的猎物 逃跑速度又不够快 所以两个眼睛长在前方产生二幅影像 这二幅影像部分重叠 用来建构立体影像 才能侦测到远方的敌人 赶紧逃命 立体影像跟3D实景不一样 是人脑建构的虚拟实景 如何建构 人是谜 任何实体 在阳光照射下 有像光面与背光面 甚至产生阴影 人脑利用这些特点 产生立体感 鱼画在墙面 是平面 不是立体的实体 画家巧妙运用阴影 让鱼呈现立体感 人脑也利用透视原理 产生立体感 蜘蛛女画在墙面 是平面 不是立体的空间 画家巧妙运用4条消失线 呈现立体空间 发现远方的老虎 人类才能趁早逃命 老虎的肤色接近草原的颜色 所以 虚拟实景需呈现细腻的颜色变化 才能发现老虎 视网膜有感状细胞与锥状细胞 感状细胞的感应 只用来定义明暗度 锥状细胞的感应 只用来定义色相 锥状细胞有红色 黄色与蓝色等三个感应单元 加上紫色虚拟单元 产生四种基本色 任何两种基本色都可以配对 可以产生六种色相组合 假设每种色相组合有20个内差值 加上明暗度的20个内差值 可以产生400种颜色 六种色相组合有2400种颜色 使虚拟实景呈现细腻的颜色变化 视网膜有数百万组感状细胞 产生数百万组明暗度 用来建构黑白画面 视网膜有数百万组锥状细胞 产生数百万组色相 用来建构色相画面 这两个画面整合在一起 就是我们看到的彩色画面 如何整合 人是迷 发现老虎时 人类还需判断老虎的前进方向与速度 虚拟实景视动态的 每秒钟有28伏 比较前后影像 就能判断老虎的前进方向与速度